台北市內湖瑞光路的 專售軍用背包配件的一個 這個享穩軍品 在7日晚間店內結束營業的時候 卻意外了起火 那麼警方貨報到場之後 消防人員在店內發現有汽油的油漬 以及施放煙火使用的遙控電子點火裝置 研判現場起火是人為縱火 那麼調閱監視器之後 發現縱火男是同業的背包狂人 創辦人劉姓男子 而內湖警方在昨天持搜索票 到劉姓男子他在陽梅區的一個住宿搜索 查獲了這個縱火時所穿的衣物 以及犯案工具將他逮捕到案 台北市內湖區的JTEC享穩軍品 專售軍用背包配件 日前店內打烊之後卻意外起火 警銷貨報到場滅火 消防局火雕人員則在店內發現有汽油油漬 以及施放煙火使用的遙控電子點火裝置 火吊人員研判視人為縱火 相聞業者調閱店內監視器之後 發現縱火的人竟是同業 也就是背包狂人的創辦人劉姓男子 內湖警方時日遲搜索票到流南桃園住處搜索 查獲縱火時所穿衣物及犯行工具 將其逮捕歸案 全案訊厚 依公共危險罪嫌 以請士林地檢署爭敗 我們依據被害人的公訴跟現場的激政 那我們確定說犯險有出入在現場 至於他身案的部分 我們會再做持續的釐清 美國有一位104歲的阿嬤霍芙娜 他在10月1日的時候呢 他才剛剛完成了高難度的高空雙人跳傘的挑戰 非常厲害104歲還可以做出這樣的挑戰 真的是很厲害 對 而且他當時還刷新了世界最高零跳傘者的紀錄 不過最近卻有消息指出 這一位超人阿嬤 他在8日晚間已經在睡夢中離世了 美國104歲的阿嬤霍芙娜一躍而下 成為最年長的跳傘者 10月1日才剛完成高難度跳傘挑戰的她 傳出日前已經過世 根據美聯社報導霍芙娜的密友透露 霍芙娜居住的養護所護工 在當地9日上午發現霍芙娜已經去世 並猜測她是在前一晚在睡夢中過世的 周一銘有表示 霍芙娜是一名精力充沛思維敏捷的老奶奶 像個超人一樣永遠都不會疲倦 持續朝著目標勇往直前 她甚至不用睡午覺 霍芙娜才在今年10月1日成功挑戰高空雙人跳傘 且正在申請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霍芙娜也曾說年齡只是一個數字 什麼也阻擋不了她 而她也成功地留下傳奇 接著轉換焦點帶您來看到2024總統大選 現在民眾都相當關心的藍白河議題 因為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日前就表示 他說藍白河見面應該要先討論 辦三場的政策辯論會 再來去比民調 而對此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今天受訪的時候就表示 在早上的時候選辦以及黨部 已經有跟柯文哲的辦公室聯繫上了 兩邊會坐下來談 不管什麼時間地點議題都是開放的 大家會一起朝藍白河做的方向往前走 在早上我們選辦跟黨部都有跟柯辦來聯繫 那雙方們已經取得了聯繫 那我們要兩邊會坐下來談 不管在哪一個時間地點 我們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 那先坐下來 兩邊把所有相關的議題大家對好 大家一起朝藍白合作方向往前走 見面就要先討論 就要來辦三場政策辯論 你知道什麼什麼一個六口都搞不清楚 三場政見辯論 再來就比民調 這樣就好了 我猜他一定七拖八拖的 目前這些有關的細節 雙方們一定要坐下來 不管是在時間地點以及所有的相關的議題 尤其我們自己也提出了三個層面六個方向 那就很多的實質的內容 我們做好中文的溝通 中文董事長趙少康今天召開了記者會 召集了全台灣33位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來一同發表共同政見草案 而且高雄市長韓國瑜也有出席 當他出席被問到2024的角色是什麼呢 韓國瑜則是回應說現在還在研議 只是考慮到個人在這次輔選 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全力以赴不會在乎職位 想問一下昨天你跟朱主席的談 有談了什麼 那是否要接副主席 沒有 現在還在研議 只是考慮到個人能夠在這次輔選 的陣容中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全力以赴 並不在乎職務 我覺得表述的重點在這裡 那目前還沒有決定 好 但是我會揭露那個部分區第一名 超康建議長 通通沒有談到 通通沒有談到 跟柯文哲談的什麼 跟柯文哲談的什麼 我也去幫忙欠退郭柯 韓市長是一個不計較位置的 他最重要的是 我們大家如何團結在一起 迎回中華民國 贏得兩岸和平 所以我們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 所以我們會團結一起面對這一場選戰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的國慶大典登場的日子 那總統蔡英文在昨天發表日內最後一次的國慶演說 他就首先提到了 他說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的國慶日 他也特別指出說中華民國立足台灣74年 感謝台灣人民給蔡英文兩次機會 擔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另外他也說到中華民國的國力變強了中華民國加油 在三千多字的講稿當中 他一共提到了中華民國五次 台灣41次 中華民國台灣兩次 而從2016年以來 蔡英文政府始終信守承諾 維持現狀 蔡英文總統昨天在國慶演說上 強調維持現狀 統獨雙方和對岸確實如忘年般關注他提到幾次中華民國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的國慶日 這正是中華民國立足台灣74年以來 中華民國的國力變強了 擔任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加油 根據ETtoday記者統計 三千五百多字的國慶演說中 蔡英文單獨說了五次中華民國 比去年的三次還多 另外兩次是和台灣連在一起 我們更再次展現守護中華民國台灣的決心 中華民國台灣 已經成為兩千三百萬人民的主流共識 今年國慶大會英文名稱是台灣national day 被藍營批評是消滅中華民國 而蔡英文也在國慶演說中 單獨喊了38次台灣 雖然少於去年的46次 但頻率仍遠高於中華民國 我要代表台灣人民台灣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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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只要給世界更好的台灣 這要讓世界因為民主台灣而更好 台灣加油中華民國加油 謝謝大家謝謝 蔡英文這19分鐘的國慶演說 統獨雙方和對岸各自解讀引發熱議 昨天也有不少藝人發文慶祝國慶 像是藝人吳鳳來到台灣17年了 其實他每年都會準時的發文慶賀 另外像是趙俊雅 郭玉琴 李倩蓉 阿Ben夫妻還有宋達明夫妻等人 他們也都紛紛PO出國慶文 而許多人關注的YouTuber返古成員林黛 他更是大方穿上了國旗色系的BIGINI 用實際行動為國家獻上祝福 每逢雙十國慶 台灣藝人的祝賀文都是熱門話題 昨天搶到頭香的是演員趙俊雅 在新命日記飾演班長而穿紅的他 在個人臉書PO了一張跳往群衫的照片 高喊黃埔建軍99年中華民國萬歲 而網紅返古男孩的成員林黛誠意十足 擁有百萬粉絲的他穿上國旗比基尼 大方秀出火辣身材 被大批網友稱讚是真愛國藝人 而阿Ben和徐小可夫妻雖然在澳洲度假 也不忘發文祝賀 中華民國國運要昌榮 國泰又平安 萬人美老師過雨晴 每年國慶都沒有缺席 他在臉書分享先前在自家陽台拍到的 雷虎小組練習畫面 並祝福寫道 稱席守護自由民主台灣 其他像是宋達明夫妻 八點檔女星吳婉君也發文祝賀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就連從土耳其移居台灣 十七年的吳鳳 也是每年都準時發文慶祝 中華民國第112個國慶日 獲得藝人滿滿的祝福 藝人滿滿的祝福 就 block